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好最近看大江大河呢 咱们就叫梅江 这梅江啊 在这次案件之中失去了生命 他的老伴姓罗 咱们叫罗青 这罗青呢 在这次事件之中落得一个终生残疾的结果 案件的凶手就是他们的儿子梅河 咱们来说说为什么这梅河要杀父杀母 这得从头来说 这罗青啊 是1961年跟这梅江结婚的 结婚之后没几个月啊 就生下了儿子梅河 您各位说了 这是凤子成婚呢 严格来说啊 这梅河不是梅江和罗青的儿子 他的母亲那必然是罗青啊 罗青怀着他呢 但是亲生父亲可不是梅江 而是罗青和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 这罗青生下了梅河这么个私生子 这梅江呢 心里边啊 一直也别别扭扭的 罗青就想着 我得江功补过啊 我得多给老梅生几个孩子 接二连三的给梅江又生了四个孩子 在这种情况之下 五个孩子里边 救梅河不是老梅梅江的亲生儿子 自然而然的 这梅江啊 对待几个孩子的时候 态度上是有区别的 梅江呢 其实对于妻子罗青是有怨恨的 就结婚之前竟然怀了别的男人的孩子 所以啊 他对梅河或多或少的是有敌视的 后来啊 随着这孩子也越来越调皮 这梅江呢 看这梅河是越来越不顺眼 所以慢慢的也就有了一些虐待的行为 这时候罗青看着不顺眼了 毕竟梅河是他的亲儿子呀 但是啊 在当时来说啊 在处于当地的那个环境来说 妇女同志在家里面的地位啊 总感觉要低人一等似的 再加上生下了梅河这个私生子 也感觉愧对丈夫 后来呢 他慢慢的也开始嫌弃自己的儿子梅河了 从这开始 梅河可就成了爹不疼娘不爱的了 在这个家里边啊 就显得他多余 看着四个弟弟都享受着父爱母爱 但是他呢 从小遭受的就是打骂 就是白眼 家里边的脏活累活 大人都不愿意干的 让梅河去干去 捡猪粪啊 挑打粪啊 都是梅河的活 好吃的那都是弟弟的 给他能吃饱了 那就不错了 穿衣服买衣服 弟弟们过年过节买身新衣服 他没有 他穿的呀 基本上都是用梅浆的破衬衣 破裤子 修修改改 在梅河的记忆之中 还有一件事情让他接受不了 十岁那年 他被送进了小学 一开始梅河还挺开心的 总算让他上学去了 不过呀 刚读了一年 还没上二年级呢 父母就又逼他退学 上什么学啊 回家干活去 于是梅河就辍学回家 给弟弟们当保姆 在家里边干家务活 伺候弟弟 外边的农活呢 也得干 梅河心里啊 还是想上学的 所以偷偷的 把之前发的那些课本 自己还没看明白 没学会的 就藏进了床上的那被子底下 这一天呢 他又打算把这书翻出来看看 可一进屋就发现藏着的课本啊 早就被翻出来了 这几个弟弟啊 调皮捣蛋的 把他课本都撕了 擦屁股去了 这梅河呢 也不敢拿弟弟出气 也不敢批评弟弟 那要是批评了弟弟 那少不了爹妈的一顿打骂呀 所以啊 从小到大 这家庭里面对他的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啊 就让梅河就跟同工似的 他的心里就感到无比的绝望 梅河呀 打记事起 心里边就很苦 很孤独 有时候梅河就想 为什么父母就不能给我一点关爱呢 为什么每年过年 大年初一 我不能跟弟弟们似的穿上新衣服去拜年呢 各位 过年的时候都不带着梅河去拜年呢 而是让梅河扛着粪耙子 拿着粪筐去捡鸡屎猪粪 所以很小的时候 梅河这脑子里边啊 就思来想去 心事就特别的重 慢慢的 他对自己的爹 自己的娘 充满了怨恨 他对这个家也充满了怨恨 有一年夏天 这梅河呢 跟平时一样 吃完了早饭 乖乖的背着筐去割猪草 有一群小伙伴在那大坑里边啊 在那洗澡那玩呢 就喊梅河 梅河 你快来啊 梅河可羡慕了 也想去 但是啊 他还是犹豫了 不过毕竟年纪小 犹豫半天 还是抵受不住这种诱惑啊 甩下那筐 脱了衣服一个猛子 可就扎了坑里了 就一块儿玩 这件事情 梅河可以说记了一辈子 他感觉啊 那是他小时候 少有的一次能够快乐玩耍的机会 那天下午 他这辈子第一回 背着一个空筐 回到家了 梅江没说什么呢 母亲罗青 一看这筐是空的 上去 啪就扇了他一个大嘴巴 你要死啊你 猪崽子没吃的 你也别吃了 梅河当时心里边就想 哦 猪崽子没吃的 我就不吃了 我在这家里 还不如一只猪崽子呢呀 他看着自己眼前的母亲 他就在想 为什么别人的妈妈 都那么关心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我的妈 对我不闻不问 只要说话就是骂我 只要瞪我两眼 那接下来就该打了 所以这回啊 梅河的反叛情绪也出来了 瞪圆了眼睛 狠狠的就骂了一句 梅河之前从来没说过脏话 这是第一回说 而这第一句脏话 就是对着自己亲生母亲说的 罗青一听 整个人都傻眼了呀 罗青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这个儿子从小就逆来顺受 怎么敢骂我了呀 而旁边的梅浆听见之后 这火气参冷就上来了 这个野种 怎么这么放肆啊 立马从屋里边冲出来 对着这梅河 是大大出手 把梅河这一顿打呀 直到梅河 被打得晕倒在地 这玩意儿有一有二 就有三哪 自从有了这一次毒打 后面的毒打是一次比一次厉害 而梅河呢 对父母的恨 也是越来越深 1983年 梅河22岁了 照理说22岁大小伙子了 好些个人都出去见过世面了 但是梅河连县城都没去过呢 他呀 这22年过得不容易 但是在这一年 他的生活有了改变 乡亲们呢 其实一直挺喜欢他的 都感觉这梅河 平时寡言少语 挺老实挺踏实 尤其人家特别勤劳能干 所以这一年 经过别人介绍 他跟本村的一个姓黄的姑娘 就结了婚了 这对于梅河来说 是一种解脱 总算能够从自己父母家搬出去了 总算能够分开自己一个人生活了 有了自己的家了 可是 事与愿违 他想出钱 出不去啊 没将罗清两口子 哪有钱给他盖房子呀 后边还四个儿子呢呀 而梅河呢 自己也没这经济实力呀 就还是跟父母 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 所以啊 矛盾该有还是有 纠纷依然不断 梅河呀 因为成家了 所以呢 他也有了自己的田地啊 因为只要一成家 这等于人家心算一户人了 你得给人家地呀 本来梅河想着跟自己的父母 各种各的 对吧 自己呢 好好的种地 产出来粮食啊 种点菜啊 够自个儿 这一个小家吃的 但是没想到 哪怕就在地上 这梅河和罗青两口子 也是想方设法的破坏侵占 平时在家里边呢 梅河呀 也会养点鸡呀 养点鸭子呀 这梅河和罗青两口子呀 什么叫恨乌鸡乌啊 看着梅河养的这些鸡鸭都不顺眼 动不动的就打人家 别说打鸡打鸭了 梅河结了婚之后 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他的妻子小黄 还有梅河的孩子 也经常遭到梅浆和罗青的打骂 不有句老话吗 乌漏偏逢连阴雨呀 人要走背字 喝凉水都塞牙呀 这个家可不容易 梅河不容易 他的妻子小黄跟着他 更不容易 前前后后 小黄生过三个孩子 但是三个孩子呀 先后都夭折了 都没能长大成人 这对于做父母的梅河和小黄来说 这是致命性的打击 最后小黄在这种一次一次的打击之中 精神上情绪上实在承受不住了 再加上自己的公公婆婆 又是这么的欺凌自己 他呢就上吊自杀了 一下子 原本好好的一个家 现在又剩下梅河一个人了 梅河呀是痛不欲生 好些个乡亲们呢 都实在看不下去了 人梅河多好啊 人家多踏实啊 怎么这老两口子就这么看不上这个大儿子呢 怎么就这么欺负人家呢 所以后来村民委员会都出面调解 那么经过调解 梅河和罗清这老两口 对自己儿子梅河的态度会有所转变吗 上期节目说了 这家的事情啊 好些个乡亲们都看不下去了 甚至村委会也出面进行调解 但你再调解 无非也就是劝劝 这能管什么用啊 再者说了 外人毕竟是外人 人家空闲的时候 帮衬着说两句 但是自己还有自己的生活呢 没那么多精力 来关注这老梅家的日子呀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1987年 这梅河呀 又结婚了 这回啊 这女方也是本村的 姓杨 要说起来 这梅河和梅江 还真是有命运相通的地方 这小颜呢 也跟罗青一样啊 就结婚的时候啊 是带着私生子过来的 但是梅河和梅江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当时梅江感觉 替别人养儿子亏了 所以是百般的刁难梅河 而梅河呢 不觉得自己亏 因为他自己就是私生子 他知道这辈子过得不容易 所以他对带来的这个儿子 那是又疼又爱 这小夫妻俩呀 感情甭提多和睦了 可是 这梅江还有罗青两口子 原本就看着梅河不顺眼 原本呢 因为梅河 就看不上他的媳妇 他的孩子 这一回啊 又娶一媳妇 还带一丝生子啊 连梅河他们都容忍不了 别说容忍这样的媳妇 跟这样名不正 言不顺的孙子了 所以啊 这老两口 对这孩子 从来没有一个好脸色 1991年 四月份的一天 梅河的这个儿子呀 玩呢 不小心呢 把老梅地里的庄稼苗 弄断了那么几根 哎呦 这可把梅江气的呀 平时梅江 就总感觉没有机会 好好的教训一下 这野种小子 这一回行机会来了 拿着木条子 把自己的这个小孙子啊 打的呀 浑身的伤痕啊 鼻子也打破了 牙恨不得也打下来了 鼻子嘴里边都往外呼呼流血 梅江 看这孩子不顺眼 但是梅河 疼自己的这个儿子呀 梅河这一次 彻底被激怒了 这么多年 所有的怨恨都激在心里 这一下子彻底爆发了 他到了厨房 抄起菜刀 朝着梅江可就过去了 一边追梅江 一边就骂 哪见过你这么当爹的 你这没人性的老东西 我他妈今天宰了你 这时候啊 妻子小羊扑了过去 一把就抱住了梅河 梅河 你不能冲动啊 那是咱爹呀 这小羊呢 也是特别懂事的 平时呢 是那种很沉默寡言的 很贤惠的妻子 这小羊 经历了这几年的生活 他也明白了 什么是忍辱负重 要忍下去 一步一步的苦熬慢熬 争取能熬到 过好日子的那一天 所以他不能让 这个家里的顶梁柱 不能让他最爱的梅河 犯下这种错误 小羊一把夺过来 梅河手里的菜刀 然后在那又哭又说 梅河忍了吧 你就忍了吧 爸打一下孙子 有什么大错啊 是孩子 弄折了那庄家苗了呀 梅河 我求求你 你就忍了吧 看着自己的妻子 在这又哭又劝 梅河呀 把菜刀放下来 早就满脸的泪水了 擦了擦眼泪 把自己浑身伤痕的儿子 就抱了回来 经过这一次事 这父子俩之间 或者说啊 这一对老夫妻 和这梅河之间 关系是越来越紧张 终于几个月之后 有了一次更大的冲突 1991年8月份的一天 梅河养的几只鸡呀 跑进了 梅江罗青老两口的 那菜园子里边 啄白菜去了 罗青一看 一边赶鸡一边啊 就在那没事找事呗 辱骂自己的儿媳妇 人不懂事 养出来的鸡也不懂事 这鸡呀 还不知道是哪来的野种呢 这都算是好听的了 小羊在那听的 实在是忍不下去了呀 于是上去 跟婆婆呢 就争辩了几句 这可把罗青彻底惹恼了 哪有这么不孝顺的媳妇啊 哪有跟婆婆顶嘴的媳妇啊 这罗青抄起来一根木棍扑过去 可就朝着这小羊乱打一通 把这小羊啊 打得是遍体鳞伤 经过这件事 小羊感觉这日子也过不下去了 他那么骂我 他当年不也犯过错吗 怎么我这错就过不去了吗 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提起来 找个借口就得骂我打我呢 所以啊 他承受不住这种屈辱了 他呢 决定像梅河的上一个妻子一样 一死了之 小羊啊 在那房梁上挂了一根绳子 就想着上吊 得亏梅河这次发现得早 把小羊救了下来 但是这小羊 已经彻底失去活下去的希望了 这一天呢 正好梅河出门有点事 这小羊啊 趁着这么一个当口 又一次上吊自杀 得亏啊 梅河完事的早 提前回来了 这才发现了 又把小羊给救了回来 小羊心里边更绝望了 活着吧 在这个家 没意思啊 太难了 死吧 又有梅河又有孩子 还死不成 梅河 都是我不好 是我连累的你 总是受苦 受罪 你就让我走吧 让我走 我只求你啊 把孩子带大 听着自己的妻子小羊 这么一说 梅河实在忍不住了 是放声打哭啊 他不明白啊 我在这个家 我是做错了什么了呀 怎么父母 连我的前妻 我的孩子 还有我现在的爱人和孩子 都容不下呢 怎么就不放过他们呢 梅河 梅河一边哭着 一边想着 他呀 这时候满腔的怒火 又起来了 这样的父母 我要是不除掉他们 生活不得安宁 有了这样的冲动 最终 这冲动战胜了李治 1991年9月8号凌晨 这梅河 已经想了大半宿的办法了 他呀 终于确定下来了 我要杀掉他们 这天早上 吃完早饭 他跟小羊说 你啊 带上玩 回娘家住几天去 散散心 省得天天的 受那两个狗东西的气 看那两个狗东西的脸色 小羊 看了看他 心里边说实话 也有点纳闷 但是没多说 点了点头 他呀 不知道梅河 是想着做这样的事情 以为梅河 就是在体谅他 让他回家稍微放松几天的 于是带着孩子离开家 回到娘家了 娘家也是本村的 小羊带着孩子一走 梅河 蒙上头 又呼呼呼睡了一觉 他呀 睡醒之后 就在床上躺着 他想起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再一想 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自己的妻子 自己的儿子 就成为孤儿寡母了 孩子 也成为了杀人犯的孩子 他也犹豫了 我要不要这么做 但再一想 我要不这么做 他们呢 这辈子都熬不过来呀 孩子得跟我一样啊 受尽他们的冷眼啊 万一小羊那天再想不开 我没及时发现 那可怎么办呢 随后梅河 又想自己的这父亲母亲 他最恨的倒不是养父梅姜 而是自己的亲生母亲罗青 亲生母亲不仅不同情自己 反而跟继父一起折磨自己的儿子 这是他不能理解的 这一上午啊 昏昏沉沉的 他想了很多 到了下午 他找来了一把 割猪草的那长刀 还有一把尖刀 这一宿 他都没睡着 就在那儿 那么苦苦的挨着 在那儿 慢慢的等着 终于听到鸡叫声了 鸡一叫啊 其实距离天大亮 还有一会儿呢 这会儿 是最安静的时候 因为大部分人是睡得 最香最沉的时候 梅河悄悄的拿着刀 就来到了父母家厨房边的墙角那儿 他呢 用身上带着的刀 就在那墙上挖洞 因为那房子呢 也不是特别结实的那种砖房 你要砖房拿刀撬开没戏啊 房子就是那种土房子 这洞挖完了 从这洞里爬进屋去 顺着墙根就摸到了父母住的卧室 梅江跟罗青 在那儿呼呼的打着呼噜呢 这梅河呀 咬着牙拿着刀 朝着梅江和罗青 玩了命的 就砍了下去 1992年6月份 这起案件发生9个月之后 梅河坐在了被告席上 人们知道了他的不幸遭遇之后 其实对他都是抱有怜悯的态度的 包括连法官都在那叹息一声 不过他毕竟犯的是故意杀人罪 当法庭宣布 梅河杀害父母 手段恶劣 触犯刑法 构成故意杀人罪 依法判处死刑时 厂下的很多人都哭了 梅河也哭了 他在那张了张嘴 想着说点什么 但什么也没说出来 吕鹏大案即时 中外罪案实录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